香港的歷史 看回香港過去的歷史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造地 造新市鎮的歷史 我們由一個很小的漁村 去到我們靠田海好 靠移山好 我們去創立了九個新市鎮 而這九個新市鎮 其實是除了全香港三分之一的人口 很高興就是見到 在過去一、兩、三年 其實我們重新 有這種叫做momentum 去重新發展這些大型的土地發展項目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現在做北部都會區 目的就是去擴闊我們的產業 特別是做創科 所以我們北部都會區裏面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叫做新田科技城 家業真人工島除了剛才說 居住產業之外 另一個重點就是做一個樓樓 去建立一條新的 第四條的過海鐵路 和一個新的道路 將新界西 家業真人工島和港島圓繫起來 如果之後 我們有一條鐵路 是再連上前海 所以是打通了香港 由我們香港島 去到人工島 新界去到前海 一個新的運輸走廊 這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意義 這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意義